你不想我 我可想着你呢 大家坐下 开会吧 没想到屈姐您也在这儿 正好 给屈姐一碗欣赏欣赏 屈姐 我大哥跟唐岚的爱情史 可是没有人 是比小说还要动人哪 陈奕翔 麻烦你跟我来我的办公室一趟 我想跟你谈谈条件 现在跟我谈条件 会不会稍微晚了一点 你到底想谈不想谈吧 不好意思 大家稍微等我一会儿 我一会儿就回来 姑且听听她说什么 来 来 请坐 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 唐小姐 你打算拿什么条件 来和我们谈呢 等会儿 我去给你们 汽一壶上好的茶 等着啊 好 看到没有 她准备要向我们屈服了 来 来 好了 总算没有人会打扰我们的 但是在开会之前 我觉得有件事情 必须向大家解释一下 我和程亦菲 你们的程老板 我们确实不是真伏击 这怎么可能是 这怎么可能是 怎么可能是这种事啊 几年前 一飞为了救我 中了一枪 从那以后 程家内部就有人趁机造反 什么坏事都想得出来 都干得出来 我为了帮她 后来 月亮提出一个建议 就在月亮的提议下 爸 唐岚 唐岚 嫁进了我们程家 她帮我照顾五个子女 还帮我保住了银行 这些年来 我们两个虽然 住在同一个屋子里 但是唐岚她想的只是报恩 她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就是为了意气 两个字 可是 我却对她动了感情 至于 我是什么时候喜欢上唐岚的 我 我 我也不清楚 我不清楚 这本书上也没怎么提过 我想 可能是在唐岚被日本人抓走的那一个期间 我喜欢上唐岚 我看她 我当时以为我 再也见不到她 后来屈姐打电话给我告诉我 我把她给救出来的时候 我知道她想要无事 是 我记得一个人在书房里 哭了 我想啊 我是在那个时候 喜欢上她 那个时候 我可以在哪儿 那好 爱她 好 不用了 我 嫌妙 我 点点滴滴 甚至于我想把她给找回来 我一想到这个 我就觉得自己很可惜 年纪那么大了 都快死了一个人了 唐岚一心一意地帮我 可是 我却对她有了别的想法 那我可以告诉你们 唐岚她没有 没有 没有 真的没有 她从头到尾心里面 只有她丈夫刘传英一个人 她 她所为我做所有的事情 只有两个字 一气我 请你们要相信我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 这是真的 真的 相信 请你们相信我 事情就是这样子 你们开会 开会 开会 是吗 是吗 该说的都说完了 该交代的也都交代了 我们开会吧 前一段时期 租借的金融波动比较大 可是正好在这段时间 我离开了银行 真的 这段时间 辛苦大家了 接下来 我定了一个计划 唐岚 我有事先走了 回头再来找你许舅 来 来来来 曲姐 慢点 慢点 曲姐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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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姐 我们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我想自己一个人吹吹风 南京路 慢点 曲姐 好 你要把我拉到哪儿去啊 快停车 我叫你停车 你停车 你是谁 你别乱来啊 曲姐 我是铁大虎 铁大虎 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不是被日本人枪毙了吗 我没死 我的组织把我救了 什么 我以为这辈子我都见不到你了 没事就好 你还回来找我干什么 你别告诉我 我是想找老朋友叙旧啊 我是想找老朋友叙旧啊 你不是已经利用完我了吗 利用完了 就像垃圾一样扔掉了吗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欺骗你 知道 不就是为了国家 为了执行任务吗 为了执行任务 就可以什么都做吗 你没死 没死不会报个平安给我吗 害得我一个人在这儿天天想着你 你知道我的身份 你知道我不能告诉任何人的 那你还滚回来找我干什么 你先冷静一下 听我好好跟你说好不好 你还想让我听那些屁话吗 算了吧 你早就应该一枪打死我 我是大罕奸 你是大英雄 咱们是势不了力的 铁大狐 你手上不是有枪吗 来 你以枪就可以打死我 你以为我不敢吗 因为我知道你不会这么做 你以为我还喜欢你呀 不是 是因为我知道你还是一个中国人 你还是一个有血性的人 我有血性 你别再说好听的哄我了 我昨天还带着日本人去找巫女 全租界最漂亮的巫女 但我还跟你在一起的 是 有一次我们在街上 我们俩看见了几个日本人 屠杀我们中国同胞 后来我知道 我们同胞的尸体 是你私下掩埃的 并且我还就 闭嘴 别再哄我高兴了 我 我取姐还算是个人吗我 我的赌场生意 全都得靠日本人才能维持 我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办奴才 最后日本人开心 他们就是放个屁我都得说笑 我看见他们当街 断死我们中国同胞 我还离开他们喝彩 crswmat 我知道你现在还有疗劲 我也知道你很后悔 你以前干的错事 我坚信你 你会帮我的 不要 我 我 我 全家都到齐了吧 方便你做 今天在这里我要说一件事情 就是 亦妃和唐岚假结婚的事 我早就知道 我之所以不说 是因为我可以用我的人生经验 和人格做担保 阿兰到我们程家 绝对不是为了钱 或者什么别的利益 他就是一个好人 他是真心实意帮助我们程家 妈 阿兰 请你当着全家人的面回答我 你 你愿不愿意继续留在我们程家 你愿不愿意继续留在永岳银行 帮助太阳和月亮 我愿意 好 就巧合奉品 你们还有什么意见 妈 既然您都保证了 我当然没有意见 我也没有意见 只要把事情搞清楚就好了 他们三个人的表态 大家都听清楚了啊 妈 我真是没有想到 您的思想是越来越开放了 现在全租业都晓得这件事情 您知道吗 别人都把我们程家当成笑话看的 无所谓了 说我们程家什么的都有 嘴巴张在别人身上 他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修巧啊 给阿兰安排一间客房 哎 我的话已经说完了 时候不早了 都去休息吧 他 他 这是莫了其妙 全家人都放你了 爸 他 你便宜了 他 你便宜了 这位 你便宜了 他便宜了 你便宜了 你便宜了 您便宜了 做什么 爸 你先给我一百万好不好 一百万 这不是个小数目 是 你拿这个钱 你要去赌场赌钱是不是 不不不 不是的 这几天在屋子里抬门 我出去转转 晓雯啊 你要知道 爸爸现在拥有 永远一行的三成股份 是大股东 马上就要成为一个银行家 有空的时候 你不要出去鬼混 你应该多关心一下 财经新闻 国际金融市场 最重要的 你现在开始多学英文 将来我们要跟外国客户 谈生意的嘛 是是是 我知道 爸 那你能不能先把一百万 给 给我 不行 一百万这么大数目一次给你 只会害了你 顶多待会儿叫你妈 拿一万块钱 给你当零花钱 爸 实话告诉你 那一百万 我是去还之前欠赌场的债 什么 什么赌场这么没有眼力劲 连永远银行大股东的儿子 都不相信了 对嘛 对个屁 你也不应该去赌 算算算算 现在没空理你这些事 等有空了 爸爸把你这些债务 这些债务一次性解决了 好 好 好 玉衔 来 先请坐 奉平 昨天晚上我们一家都不在家 唐来那个女人回来之后 都做了什么 这个女人的确不简单 她回来之后没有和别人说话 就和妈关在屋子里 八十万 我听到她好像骂了妈一顿 她有什么资格骂我妈呀 她骂我妈什么呢 我在外面听得不是很清楚 她好像骂妈自私 后来声音越骂越大 我推门进去的时候 妈正在抹眼泪 这个世界上 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女人呢 自己干那么多丢脸的事情 要是换了别人的话 早就挖个地洞钻进去了 她倒好 居然还有脸骂别人自私 就是 这老人家就算再怎么不对 也不能张口就骂呀 太过分了 我妈真的是老糊涂了 是人是鬼 她都分不清楚 她让唐来嫁过来 简直就是自讨苦吃 这件事情她要负很大责任啊 妈她一大把年纪了 当然有时候会糊涂了 她老人家身子骨不好 你可要好好照顾她 是 应该的 一定要好好照顾她的 都怪唐岚还有陈亦妃 把她折磨得不成人形 实在是太可怜了 凤萍啊 你不是说过每逢初一十五 你都陪着妈去庙里上香的吗 嗯 明天你不用去了 小文 你去 明天你陪奶奶去上香 因为我发现 当你陪在她身边的时候 老人家心情特别好 爸 我刚刚跟你说的事 我知道 只要你明天让奶奶高高兴兴的 你那些事 我会帮你解决 记住 多说点好话 务必要让奶奶开心 懂吗 好 还是我孝文最孝顺 最孝顺的就是孝文了 你不知道啊 奶奶多享有月亮他们 陪着我去上香啊 你说月亮他们呢 不是银行你太忙 就是这个事那个事的 五个孙子 现在星星 还好 现在有了孝文你 孝文最孝顺奶奶 奶奶 你不是答应过我 不要再提不高兴的事了吗 好 不说了 奶奶听你的 对了 奶奶 你跟我说一下爷爷的事吧 你那会儿是怎么和爷爷在一起的 说实话 我每次想起咱们家这么大的家业 我就特别崇拜他 你这么小的年纪 还喜欢听我们那些陈年旧事啊 好 那我就跟你说说啊 好 先过来 那不是程孝文吗 是啊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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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你小子在这儿呢 我们刚才还想去你家找你 下车 别管他们 继续走 继续走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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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下不下车 再不下车别管我们不客气 小心把你车给掀了 小兄弟 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我们不认识你们啊 小文 认识他们吗 我 我当然不认识他们了 奶奶 臭小子 敢说不认识我们 下来 下车 你们干什么动手动脚的呀 这样这样 怎么可以这样啊 我 我们到那边去说好不好 好好好 奶奶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我马上就回来 你千万有东西啊 小文 小文 你们为什么打人 你们怎么可以打人哪 快来人哪 我问你 什么时候还钱 你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爸最近忙 特别忙 我对你爸不感兴趣 我就想知道 你什么时候把赌债还钱 别胡说话道 这都是小数目 我跟你讲 我爸现在是勇严银行 最大的股东 少他们给我来这趟 鬼才会相信你 看来他是真没钱了 你给我打 走 快来救人啊 快来人 快来人 别跳了 没钱还敢去赌博 爹 赌博 谁赌博 你们说清楚啊 别认错人 谁赌博 他欠你们多少钱 你们说出来 奶奶 我也就是偶尔 陪朋友去玩一玩 阿佛 我看你穿着 也不像普通人 难道你想替他还钱 也不多 九十八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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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赌博 别别别 阿姨 你们走开 我跟你们说 我奶奶不是普通人 这么点小钱 我一定能还上 我奶奶是谁 她是勇严银行大老板 是勇严银行大老板 成衣妃的妈妈 是我奶奶 我告诉你们 可 奶奶 奶奶奶 奶奶你怎么了 奶奶 奶奶 奶奶你还好吗 奶奶 老板 我就再信你一次 今天晚上八点 你要不把钱拿到赌场 后果自负 我知道 我知道 奶奶 奶奶 你没事吧 奶奶 奶奶 少远 我看你奶奶挺严重的 要不要送医院 不用不用 不用送医院 帮我扶上去 送回去 好好好 她经常这样 来 师父 师父 师父麻烦你快一点 快一点啊 好嘞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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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你没事吧 师父 麻烦你再快一点 奶奶 坚持住 我们马上到家了 奶奶 坚持住 少爷 我看奶奶真的挺严重的 要不咱们送医院去吧 不不不 不用送医院 我有药油 涂上药油就好了 走医院 奶奶 咱们不用去医院 我给你涂药油 去医院 不用去医院 涂药油就好了 奶奶 奶奶没事 马上到家了 涂上药油就好了 快 师父 再快一点 慢点 奶奶慢点 妈 奶奶回来了 小心小心小心 慢点 奶奶 奶奶 奶奶怎么了 怎么回事 没事没事 奶奶 奶奶怎么了 奶奶有点头晕 到时候睡一觉就好了 睡一觉就好了 不打回房 没事没事 奶奶你慢点 不打回房吧 奶奶 你没事吧 奶奶 你怎么了 妈 你没事吧 快 快 没事吧 赶快叫大夫 快救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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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先生 你们为什么不直接送她去医院呢 老太太中风了 赶快被车送马到医院 不行不行 一定要叫救护车 以防万一啊 救护车上 骑马有急救设备 赶快救护车吧 我去拿人吧 快去 来 你们先出去吧 我先给她急救 出去吧出去吧 这里 给她打起来先针 所长你过来 基本扎一下 好 什么什么情况啊 你快快救护车来 你他妈的废话什么啊 我 我是谁 我是永毅啊 程老板 我告诉你 我妈现在快死 你要不尽快过来话 你等着我去找你麻烦 小文 你到底怎么回事 奶奶病得那么严重 你为什么不送去医院 为什么还要带到家里来 我怎么知道 我又不是医生 我怎么知道 她中风了 我怎么知道 你不知道 东东脑行不行啊 你们怎么能怪小文呢 她那么孝顺奶奶 难道她希望奶奶出事吗 对啊 我都说了 送她去医院嘛 是奶奶说她 不用去医院的 给她涂一点药油就好了 我怎么知道 现在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 妈早上起来 就说自己不舒服 不想出去的 是你非不听 又要缠着她去上校 我说我陪她去吧 你还说不用 你们都赖我头上干吗 怪我有什么好怪 你们 你们要怪 你们怪唐澜哪 你说什么 这怪唐澜什么事 我早上跟奶奶去烧香 一路上有说有笑 都挺好的 可是后来说的唐澜 奶奶就哭了 她说唐澜一回家 什么都不做 就重建她的房间骂她 说她子嗣 说她是个瞎子 说她是个瞎子 说她不应该让程一祥 这个畜生进家门 说她不应该认我这个孙子 还 还说 还说以后我们都要死在街上 也不要管我们 怎么样 怎么样 妈怎么样 医生怎么说呀 妈妈 妈 说呀 妈中风了 很严重 奶奶 要修医院 要修医院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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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想要见谁啊 妈 你们就赶快喊她回来吧 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老太太日间不多了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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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家人都在这里 睁开眼睛看看我们 妈 妈 疼 唐蓝 奶奶叫蓝妈妈 妈 我在 妈 奶奶 妈 妈 妈 你醒醒了 妈 醒来 快来 出去 出去 陈一飞 所有人 立刻出去 出去 出去 你干什么 妈还有话要跟唐蓝说话 妈 你放心 从今天起成家交给我 我一定会好好保住成家 晓雯 你来一下 快 快 来 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培养晓雯 让她成为一个有用的好人 晓雯 赶紧跟奶奶说说话 奶奶虽然闭着眼睛 但是她能听到你的声音 她只要一听到你的声音 她就会觉得高兴 说 奶奶 奶奶 我是小雯呢 奶奶 你听到我说话了吗 奶奶 我们才认识没多久 我舍不得你啊 你还没有跟我讲 你和爷爷的故事呢 奶奶 奶奶 你们怎么还不走啊 我不是叫你们出去的吗 我小心 我说妈还有话跟唐蓝说 苏伊 来 这是这个房间的钥匙 紧紧地抓住她 这些人出去之后 立刻紧紧地把房门锁上 就让我们一家三口 锁拿走到最后一程 你有什么资格这么做 二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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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能这样 奶奶还有话要说 你们滚哪 小心 快小心 奶奶还有话要说呢 胡说妈还有话跟唐蓝说 为什么开我们走啊 亏你到现在很有力 口口声声 一口一个唐蓝 你知不知道 今天程家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唐蓝这个害人精 干的好事 我告诉你 今天我妈是死了 就是被你害死的 好了好了好了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吵啊 不要再刺激病人了好不好 你们到底走不走啊 你们这些不孝子孙 奶奶不想见到你们 你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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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叔 你别走 不走不走不走 有什么要劝你开我们走 我是他儿子 因为妈就是被你 还有他所害死的 妈 奶奶 奶奶 只要你们肯答应我的条件 我就让你们见妈最后一遍 不走 不走 行了 我们先走吧 我们先走吧 想不想见妈最后一遍 想不想见奶奶最后一遍 想不想 我们先出去 想不想见妈妈最后一遍啊 奶奶 想就给我出去 出去 出去 奶奶 出去 快 出去 把门锁上 坐下来 坐下来 妈妈 二哥 咱把这只疯狗给抓出去吧 走 走 你们两个坐下 坐下 坐下 坐下吧 你让我见奶奶 月亮 放手 我叫你坐下 你没听见吗 月亮 你让人坐下 坐下 你坐下 坐下 你 走 非常简单 只要你承认自己的五大罪状 然后老老实向我认错 向我道歉 我有什么错 好 你说 赶紧说吧 我们听着呢 第一条 爸的死因到现在还是个谜 我可以承认不是你下毒 我也可以承认 你没有篡改过遗嘱 那文遗嘱呢 是爸在迷迷糊糊的时候写的 但是你怎么就这么忍心 一个人霸占所有的家产 我是你的亲弟弟 你是不是好歹分一半给我 要是觉得一半太多 你是不是可以分 三分之一给我 如果你觉得三分之一太多 你是不是可以分 你好歹分一点点 给我一丝一丝好不好 你这里怎么就这么狠呢 你连一分钱都不留给我 我是你的亲弟弟 你是我的亲大哥吗 是啊 听你这么说我也觉得对 虽然我是个外人 我觉得亦妃 你真的是应该分一部分 财产给他的 你闭嘴 没点事 你也不是我哥 程亦妃 你认不认错 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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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吧 是 是我错了 对不起 第二条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都是为了这个女人 看清楚了没有 奉嫔 程亦菲 你不值理延迟 你 你勾搭别人老婆不说 但是你能不能对自己老婆好一点 你不要对她那么薄情行不行 这么多年一来 你经过她房间多少次 你跟她讲过几句话 你自己算算看 当初你把人家娶进门的时候 她还可以说是年轻貌美 不知有多少人追求她 你看看她现在呢 这个女人一辈子幸福 就毁在你手上了 你想 妈 你别说了 妈 快点儿吧 别说了 我不想再听了 妈 二嫂你不要难过 今天我替你炒个公道出来 程亦菲 你认不认错 是 我错了 对不起 没时间了 没时间了 快点儿吧 第三条 我要说的是你程亦菲 跟唐兰 你们两个整天说妈子死 我告诉你们 最自私的就是你们两个 月亮本来是一个挺好的孩子 可她真的不仁不够是个傻子吗 你们为什么不带她去治病 反而叫她去银行当主任 这对她并没有帮助 将来有一天反而会害了她的 再说是看我那儿子程孝文 你们可以去虹口打听打听 每个认识她的人 都说她勤奋好学 你们居然让她去当门童 你们这样打击一个年轻人 也太毁灭她的自信心了吧 二叔 我 我是傻子 我不配 我打不了主任 我是傻子 能不能让我去见见奶奶 我明天不去银行了 二叔 我还没说完 第四条 就是谈了你这个女人 逸翔 逸翔 逸翔坐下 没锁了没 锁了 锁了 别跟他废话了 直接给抢钥匙 什么 二叔还没讲完 你再过来试试看 逸翔 你放他们进去吧 逸翔说啵啵怪不行了 快求求二叔 二叔 二叔 求求你 让我们见见奶奶最后一面吧 求求你 二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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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我们求求你了 让我们见见妈妈 让我们见妈最后一面吧 求求你了 二叔 求求你了 二叔 你们要永远记住 我今天所讲的三条最重要 快 月亮 快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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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快走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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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面 能不能搬 不哄 那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让我真切的相信坚持到最后 就是幸福出现的时候 看着你祝福在心头多少个春秋 陪着你不管天长和地久 相信你感动了天地一切的诅咒 就让祝福酿成的美酒 明天的一切也被今天左右 满天的黑云月亮就在背后 你让我真切的相信坚持到最后 就让幸福出现的时候 月亮就在黑云的背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